眼前的场景可不是什么电影片段,而是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其夫人被爱过的革命者们枪决的真实影响。 此时,正是他们夫妻二人被捕后的第三天,他的夫人面对人民的控诉开始极力反抗,嘴里不停地说, 你们不能抓我,我是你们的母亲,而旁边的年轻士兵实在听不下去了,愤怒地回怼他, 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 那么一个国家总统为何到了晚年,却落得个被自己民众推翻枪决的地步呢? 这个齐奥塞斯库啊,在47岁时就已经登上了国家元首,一国之统帅,可以说是能力出众,年轻有为, 其在位初期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国力空前强盛,20年的时间国民收入增长32倍,工业增长119倍, 同时农业也增长了9倍,并且他成功摆脱了前苏联的阴影,开始号召全国人民保护祖国, 可以说当时他把国家搞得井井有条,生机勃勃,但好景不长,在权力的诱惑下, 他逐渐开始身兼数值,可以用只手遮天来形容,后来他的专职愈发严重, 还染上了个人崇拜的毛病,每次讲话都要盛大的欢迎会, 而且每隔几分钟群众就要站起来给他鼓掌高呼万岁, 直到1982年的圣诞节这一天,由于种种类外矛盾因素,军队倒戈, 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直升机逃跑时被群众拦截, 紧接着遭到了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审判只持续了20分钟就被拉到一个厕所旁乱枪打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